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第一場試的貴賓 現在開始進行 潤壇商務場第一個場試 場試一主題是 綠色金融政策及房式 我們現在將時間交給主持人 賴前院長有請 謝謝各位貴賓蔡董事長 還在這邊周主任 真的不容易 那因為等一下 陳副主委的presentation 他的演講會用powerpoint 所以是不是我們等一下 還是回到下面來做一下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陳副主委各位都很知道 在這個財經法的領域 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學者 那他本身是德國的法學博士 那是不是我們就先介紹這樣 等一下看看第二位要來做這個語談的時候 我再來進行第二位的介紹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這裡掌聲來 歡迎陳副主委 陳副主委 是主持人賴以前院長 那董事長以及主任 那個今天呢是我新上任以來 第一場的一個發表 那我也賴老師呢 其實不單單是我學業上 也是我人生上的一個導師 真的真的從小的時候 真的就是賴老師一直以來的一個教導 以及那個提拔 那所以呢今天呢有任何的 任何的一些些的小小的成就 或者是任何一些些能為國家做到的地方呢 我真的都要謝謝賴老師 那好回到呢我們今天的一個主題 所謂永續金融相關政策及推動 其實今天呢我大概會就三個部分 永續金融的政策推動 以及IFERS永續揭露準則 以及最後的一個節約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的一個世界的一個情勢 在後COVID-19以及中美貿易的衝突之下 其實我們發現 在一個世界已經是兩個供應鏈 哪兩個供應鏈呢 其實一個所謂的褐色灰色的 一個是綠色供應鏈 而另外一個是所謂的民主供應鏈 以及紅色的一個供應鏈 所以是說呢 其實台灣 台灣跟這個新加坡香港不一樣 台灣是有產業 而新加坡香港其實它是努力的 它因為產業少 所以是發展的是一個金融 所以以台灣而言的話 我們的一個金融的一個重點 在於怎麼樣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金融 這個資金中介的功能 導向我們的一個產業 而導向產業 讓產業的 我們所謂的永續 綠色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由CSR到ESG 由一個所謂的選修到必修 在這個地方來看呢 其實以社會或者是國際的一個發展而言的話 從2009到2019 我們歐盟整體的一個發展 其實永續財務發展 由一個自願到一個強制 其實呢 在強制的部分 其實也不是說 你一定要如何 而是在一個所謂揭露的強制 所以在一個法制的一個 我們所謂的adoption 所以我們的所謂的ifers 是一個準則的引進 也就是什麼所謂的車童鬼 書童文 要讓我們的所謂的任何的一個報表啦 我們的一個報告書 能夠跟國際接軌 其實賴老師以前常常講過 我們法律人 看到這個會計財務報表 是臨表替氣 不知所云 但是呢 其實透過了這種車童鬼 書童文的方式 其實我們可以呢 把這一個做一個完整的 好的一個導向 其實我們在ESG或CSR 我們整體看來 其重要的一個分類點 是在一個所謂2015的 一個巴黎協定 也就是重心呢 已經引向了所謂的一個 氣候財務 所以呢 在整體而言 整體而言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金融在這個地方 在國外的一個發展 那國內呢 國內呢 其實在金管會 我們呢 透過一個所謂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其實在 我們叫出了 2050淨零轉型 淨零排放 包括了能源 產業 生活跟社會的一個轉型 而賴總統呢 在講所謂的前瞻未來 智慧永續 面對著所有的一個 氣候變遷 或者是時代的一個改變呢 其實金管會也負責一個 非常艱巨而重要的一個任務 我們透過了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以及呢 所謂的上市櫃永續發展路徑圖呢 在接軌我們的 IFERS永續準則 我們呢 希望呢 我們金融機構 跟上市櫃公司呢 透過了一個 我們的當時一開始的 鼓勵所謂的能源轉型 綠能投資 以及呢 綠色商品 綠色企業的一個發展呢 彼此之間來做一個議合 也就是說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公司協力 而透過這些上市櫃公司 對於它一個整體我們的供應鏈金融 我們在看到的 不單單只是一個單一的企業 而是整體的一個上下游 而在歐盟 歐洲的國家 其實也有所謂的供應鏈法 在這個整體而言的 環境 社會 人權 勞動的部分 剛好也跟呢 今天所有議程裡面呢 完整完美的一個結合 再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其實目前為止 我們呢 是內外同時的進行 內呢 其實大概就是 corporate govern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從2013 2013 一直到201820的 公司治理藍圖 3.0 永續發展 一直到 其實4.0比較難聽了 所以是 所謂上市櫃公司 永續發展的一個路徑 是內部的路徑 而在金管會的一個部分 我們透過資金的導引 我們透過了一個所謂的 我們希望有好的綠色金融的產業 它能得到更好的一個資金的發展呢 我們的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1.0 2.0 3.0 而到最後呢 其實也都是要達到一個所謂的 永續的一個金融生態系 金融生態系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所謂的綠色金融的一個部分 在1.0的部分 我們著重金融業 怎樣 對於綠能產業 綠能產業的一個投資 融資 也包括了我們offshore 離岸風電 光電 雨電 蓄電 所謂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一個轉型 而這投融資呢 是用以資金來支持綠能的一個產業 而在2.0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含瓜了 其實在ESG的一個治理面下 也就是說呢 它是整個的一個綠色永續發展產業 而在3.0的部分呢 我們更是強調了一個所謂的公私協力 公私協力 因為呢 只有靠政策的推動 沒有產業的配合 是不可能 而呢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也是希望呢 做出了一個產業 對一個這個責任的 一個榮譽感 我們常常講 銀行 在這個地方 在現在的fintech 我們講銀行不在 金融常在 而呢 在這個金融常在的部分呢 其實金融業 我們可以慢慢的一個看到 我們將來有一天被科技業取代嘛 而呢 在這個地方 其實 透過了一個綠色金融的地方呢 我們的中介的一個 枢紐的地位又回來了 所以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不可會言的 金融業在做這個 所謂的綠色金融 其實不可會 的確 不能說完全排拒 但是的確又有一些的 一跌的疑慮 難道我們對於 有某些能賺錢 我們就都不做了嗎 但是 在這一個 我們回到了一個 道德的制高點 或者是一個 所謂的綠能的 或是綠色產業 一個導引功能的話 其實 金融業 它在這個地方 投融 中介功能 又回來了 而且越做越有怎樣 成就感 從一開始 有一點所謂的排斥 或者沒有到排斥 但是到現在 大家都是努力的往前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上市櫃永續發展的 路径的一個部分 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開始的一個 所謂的 溫室氣體的一個盤查 溫室氣體的一個盤查 而溫室氣體的盤查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在2027年 2027年 它要做到 而且必須要跟我們的財務 報表一致 而在2029的時候呢 是一個查證 其實一到查證啊 盤查 我們後面的 不管是永續報告 是或我們的財報 我們呢 也進入了一個 法律的深水區 就是說 如果 這些報告 報導有誤的時候 是不是有財報 不是 有沒有所謂的虛偽隱匿 而後面的一個甚至 證券交易法裡面的 證券詐欺財報不實 或者是20條之一的 所謂的財報不實的 民事的一個賠償責任 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也是慢慢的 讓不管是一個政策 金融 而進到一個 法律規範的一個深水區 而在第二 在我們後一個階段的時候 也會就這個地方 來做雨潭 所以來看呢 我們那個行動方案呢 是一個五大面向 四大主軸 治理 創新 透明 數位 在這個地方呢 也是我們國家向前的 一個怎樣 重要目標 我們引領企業精靈 強化治理文化 而治理文化呢 其實ESG 各位你們會發現 G從2013到現在 我們的公司治理排名 蒸蒸日上 蒸蒸日上 已經到了前幾名了 但是呢 我們在 一的部分 也做得不錯哦 從2015以後 2015以後 巴黎協定 而且我們在綠色金融 我們發現其實 在S的部分 可能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社會 勞動人權 這個地方呢 反而呢 我們在一個 這個地方 也是可以怎樣 更為著重 所以呢 在一個所謂的 企業治理文化的部分 以及永續的一個部分 不單單只有環境 其實人 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在一個 往前進的部分 我們絕對不落下 任何一個人 這也是普惠金融 這也是綠色金融 我們必須要注意的 一個部分 好 再來呢 在我們揭露的部分 其實是雙軌並行 雙軌並行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永續 報告書這個地方呢 我們是透過 其實這是一個所謂的 證交所謂 櫃買中心的一個 所謂的營業規則 裡面授權的一個 所謂的編制辦法 所以呢 在這法源上面 其實大概 其實反而是比較 傾向有民視 或這一邊的 我們周邊單位來的 而左邊這邊呢 股東會年報 各位 這邊有沒有 有 在我們財報編制的地方呢 其實我們年報 二至二至三 對啊 盤查跟確信情形 其實我們以前 也一直有所謂 公司治理報表 或企業社會責任報表 而現在的ESG報表呢 又遵循了 我們軟法裡面 所謂的遵循或解釋 因為這個一個比 這個一個比較表 你沒做到的 你要揭露 解釋 你做到你可以揭露 你可以不揭露 但是呢 在這個部分 就是遵循或解釋 但是後面不一樣 後面在IFERS 我們在一個 現在 以及說我們要 全面adopt 全面的接受了之後呢 其實永續資訊的 一個專章 在這個地方進去 所有的一個揭露 已經是 將來 將來 已經是所謂 我們的一個 所謂的財務資訊跟報表 就是說呢 完全跟一個 所謂的 證券交易法 開始 正式 接軌 所以 裡面的 虛偽隱匿 或這一些 或者是不實的部分 在董事 以及發行人 以及相關職員的責任 我們更要特別的一個注意 那為什麼我們要 adopt所謂的IFERS準則 當然呢 我們要達到一個怎樣 我們剛剛講的 車同鬼 書同文 而不要呢 希望你今天 我們常常講說 你今天的綠不是綠 對不對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叫可靠 可比較性 可驗證 對不對 我們以往的綠色債券 有時候在國外的福音說 有時候我們發現 其實又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標準 跟國外標準是不一的 所以呢 在承認方面 或這些 我們曾經也遇到一些問題 但是呢 如果 如果我們進到了一個 所謂的單一標準 同一標準 當然我們還是會有 貼近台灣的一些維修跟變化 但是我們是全版adopt 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仍然要注意 仍然要注意 所以呢 在這一個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個 所謂的我們講 目標 對不對 SDGs 所謂的永續 發展目標 而第二部分呢 是所謂的報導 the framework 對不對 我們的GRI 我們的一個架構 但是最上面的部分 regulation regulation 其實我們發現 上面三部分 都是歐盟那邊所來做的 各位 在這個地方 社會獲利 但是國家有沒有獲利 有 其實你發現 歐盟在這個地方 它為什麼一直超前 甚至到美國 日本都超前面 因為怎樣 遵守規則的是好 但是制定規則的 才是老大 美國其實在一個商業 其他的部分 其實它都已經往前 但是呢 在我們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 歐盟為什麼那麼強先 因為怎樣 它先想要怎樣 取得制定規則 制定規則的 它如果大家一直follow它的時候 例如我們常會講 那如果我們是說 到底哪些是綠 哪些能源算不算 對不對 溫室氣體的 以及所謂的一些標準 這些都可以造成綠色金融 綠色產業 其實也是怎樣 政治跟所謂國家實力 或者區域實力變化的一個重要部分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的永續架構的一個架構 就是上面是一個S1 一般的一個揭露規範 而下面部分 特定主題線氣候 S2已經公布 再來呢 還有所謂的氣候特定議題的一個揭露 而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都是有TCFD的治理策略 風險管理指標跟目標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能達到的一個效應 就是我們能提升國際的一個能見度 再者呢 是所謂的 我們可以呢 我們可以在 對於永續資金的一個投資 永續資金投資 而加速我們的轉型 加速我們的轉型 當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什麼 防止票率 防止票率 在防止票率這個部分呢 其實IFER快捷準則 已經被世界144個國家強制採用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 我們如果要怎樣 我們打世界盃 打個所謂的國際化的話 其實我們對於國際的接軌 是怎樣 絕對必要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程 我們簡單看一下時程 最后就是全體上市規要 2026 2027 2028 2026的時候 100億以上的上市規公司使用 2027 50億到100億 而2028的時候 是所有上市規公司都必須使用 金管會在這邊呢 我們再這樣講 其實公司協力部分 我們是一個協助者 我們雖然在一個所謂的金融監理部分 但是呢 我們現在是怎樣呢 監理與發展並進 我們不再想當一個所謂 單單的和金融警察 說你錯了 啪一個棍子又下來 不是 在金融部分 我們政府也有責任 協助產業 協助我們的金融業 往世界走 更好的發展 所以呢 這樣才能讓國家的實力 也能往上 在第一份組上面呢 对不起 是正機會 正機會准責的採用 二分組准責導論 三分組 法規條式又正期局 四分組 是所謂的貴買中心的一個宣導 跟訓練 所以呢 我們 要做到的 我們要做到的 其實呢 這些呢 其實呢 就是不管是我們的一個專區 范例 宣導訓練 以及呢 導入的計畫 参考范例 我們來說 如果主管機關 把所有 他手上 只有一種工具 就是錘子的話 那所有的問題 就變成釘子 只有什麼 打 打 叮 叮 但是呢 我們透過一個公司協力 我們透過硬法跟軟法 我們透過宣導 我們透過一個所謂的 綠色金融 有多工具的 一個怎樣呢 推動 我想呢 只有在這一種的方式之下 才有 辦法 達到 我們怎樣呢 綠色金融 再往前 一步 倒數三分鐘 好 所以人說呢 一個法律制度 一個法律制度 或者一個政策 我都覺得呢 其實各位一樣 上善若水 水利萬物而不爭 其實呢 我們希望能達到的 是大家一起向上 大家一起有利 我們並不是說爭什麼 我們一定要什麼 世界排名多前面 或這一些的 而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產業的困境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金融的困境 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國家目前的 一個困境 以及呢 我們不管是 能源 社會 以及所謂的人民的部分 只有呢 政府跟民間 协力往前 政府與國際接軌 立法者跟政府之間 我們所有的 都是有一個所謂的 潛在的競爭 而不是衝突 我們只有達到這一些 才能真正做到 我們的綠色金融 才能做到 我們的綠色向上 才能達到我們 真正的一個 所謂的轉型 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金管會 陳燕良副主委 為我們一言